《鲜汉灿烂》是由费震祥指导 吴磊、赵露丝、李云瑞、徐焦领衔主演 郭涛、曾黎、宝尖峰、沙宝亮、余承恩 童磊、张月、陈一涵等特别出演的一部古装全谋剧 该剧剧情围绕两条主线展开 一条是围绕灵部一探案缓缓展开的家国线 一条是围绕承哨商成长发展为中心的家庭线 既然该剧将全谋和宅斗进行了完美融合 那么剧中肯定少不了心狠手辣的反派角色 首先,该剧出现的第一个反派角色是葛氏 虽然葛氏老是虐待女主 但是他头脑简单,根本斗不过女主 因此,葛氏很快便受到了惩罚 与葛氏相比,接下来的反派角色一个比一个精彩 那剧中各位反派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1.王灵 王灵是一个嚣张跋扈,目中无人的反派 他为了打着为玉昌郡主好的旗号 明目张胆地替自己出气 而且,他还把承阳推进了河里 与此同时,他还使用了各种卑劣的小手段去捉弄承哨商 奈何承哨商机制过人 再加上灵不宜的帮助 王灵每次使坏,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最终,玉昌郡主的母亲为保玉昌的声誉 将王灵丢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庄子里 2.灵异 灵异是一个唯利是图,心狠手辣,城府深沉的小人 他为了称霸朝堂,不惜与他国通敌,残害或是满门 但是,他却不知眼前的灵不宜是霍家的后代 并非自己的亲生儿子 最终,灵不宜找到了灵异通敌叛国的证据 最后,灵不宜亲手杀死了灵异 而灵异精心谋划了一辈子 最后还是死在了霍家后代的手上 也算是自食入果 3.肖世子 肖世子是一个通敌叛国 喜心厌旧,战是欺人的渣男 他为了自己的家族利益 也又和昭君跟楼窑退婚 后又利用和昭君的家族势力 给自己挡枪 最可恶的是肖世子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牺牲和昭君全部族人的性命 之后,肖世子的阴谋 被灵不宜拆穿 最后肖世子被皇上赐了毒酒 4.五公主 五公主应对灵不宜爱而不得 便想法设防陷害承哨商 与此同时 他为了让灵不宜后悔 不惜听从王延基的安排 引起了朝堂纷争 最后,他被皇帝贬为庶民 有事不得入宫 5.淳于氏 淳于氏是灵不宜的继母 也是靠色相上尉的小三 与此同时 灵不宜的母亲霍君华 还因为淳于氏与灵异行了苟且之事 变成了一个疯子 因此 灵不宜十分讨厌淳于氏 虽然淳于氏破坏了灵不宜父母的感情 但是灵不宜从未想过要害死淳于氏 但是 淳于氏太过嚣张 一直利用自己继母的身份 强迫灵不宜成亲 与此同时 淳于氏为了在灵家站稳脚跟 还跟灵异一起通敌 最后被皇上发给边疆 6.王延基 王延基是剧中最强反派 他表面看起来不争不强 善解人意 实则心机叵测 心狠手辣 他先是利用自己的姿色 引起了朝堂动荡 后又和灵异做交易 让灵不宜知难而退 最终 王延基阴谋败露 服毒自杀 3.王延基 宝宝